蓝天 艳阳 沙滩 夏季的澎湖是个度假的好去处 澎湖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然后就是又划算又好玩 其实除了水上活动之外 路上的玩法也很多样化 丰富的热门景点 市区的古迹巡礼 悠久的历史文化 和新鲜肥美的海味 更是不容错过 吃了很多不同的夏季 还有什么干杯 很多不同的 蛮新鲜的 现在就有国内航空业者 推出秋冬特惠专案 包括道地的风味餐 来回马工机票 饭店住宿 两天一夜只要3999 精彩丰富的行程 就是要邀请您来感受一下 不一样的澎湖旅游 今年整个澎湖的市场 大概成长了10% 整个旺季非常的旺 那我们希望在今年的秋冬 淡季的时候 澎湖的旅游也能够持续 像夏天一样的好 我们特别还包装了 DIY的行程 就是让客人到餐厅里面 自己去做花枝碗跟鱼碗 还有做干杯酱 来体会自己做的一个美食的感觉 那做完了以后 自己除了享受之外 还可以带回去给亲戚跟朋友享用 让游客亲身体验澎湖名产的制作 还能亲自品尝自己的作品 原来澎湖鲜滋味就是要酱丸 来到澎湖有好吃的海鲜料理 也有骨鸡可以参观 两天一夜的行程 4000块有找 真的是相当的划算 而不就趁着周休假期 来澎湖走一遭呢 以上是继选石小倩陈祖一 在澎湖所做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